對於自己不堪入目的黑歷史 要是沒有辦法消消就過去的話該怎麼面對呢 全新推出的像素風平台解謎遊戲 With My Past 往事辦我 就要帶我們一邊燒腦一邊探討這個問題的答案 我們要扮演一個對過去的錯誤決定感到懊悔的小女孩 在她身後跟隨著自己的過去之影 會在我們行動的兩秒之後做出一模一樣的動作 玩卡謎題基本上都圍繞著小女孩跟過去之影這點來設計 有著大量利用時間差的解謎 需要算準時機和影子配合才能過關 例如讓影子跑到適合的地點後再瞬移過去 就會是遊戲中常用的技巧 而在平台跳躍的部分有比較手下留情了 平台的面積都不小很容易跳 不然要算時間差還要注意腳下的站位 在能好好面對過去之前可能就會先被氣個半死了 故事的六個章節代表小女孩不同的心理階段 遊戲強妙的把敘事和關卡機制結合 用來呈現小女孩的想像 像是因為想回到過去 所以有了瞬移到影子未知的能力 之後小女孩心態一轉 發現自己都是被過去所支持著的時候 影子就有了實體化的能力 不僅能夠踩機關 還能夠自己踩著自己 往更高的地方前進 各種設計都充滿了寓意 但過去之影可不會全程都乖乖的跟在後面 給予幫助喔 根據小女孩對自己過去的認識 會進而影響到過去之影的行為 剛開始只覺得過往只是一直伴隨著她 所以影子只會跟著我們 什麼都不會做 到了後面開始覺得怎麼樣 都擺脫不了過去所犯下的錯誤時 影子就會亂弄我們開好的機關 各種搗亂 這難道就是想回到過去 給自己一拳的感覺嗎 小女孩在認識自我的過程中 會有不少負面情緒 當她對過去的自己產生怨恨時 畫面和BGM都會開始變得有壓迫感 過去之影也會開始追殺我們 就這樣隨著心境不同 可愛又可恨的過去之影 也為關卡帶來很多的風格變化 劇情則是使用了大量隱喻的敘事方式 不少場景氣氛都很有Fu 比起理解 用感受的方式會更容易 沉浸在遊戲的獨特氛圍裡面 若你有類似的迷惘困擾 歡迎來玩玩WithMyPast 往事伴我 說不定可以解開心結喔